Hello,大家好,我是曾医师 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 这个漏洛灯的病名,不论你是否熟悉 它在台湾的盛行率已经有30年前的2-5% 进阶到近年来的12-16%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可能就有1-2人为胃食道逆流所苦 或许您本身或是周遭其有正在亲身体验这个胃食道逆流之苦 胃食道逆流的具体症状表现 蜘蛛蛇、蜘蛛症、肚毒 心口会有灼热、酸液上有疼痛感 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你吞咽困难、慢性咳嗽、影响你的睡眠 那西医的治疗主要是致酸剂、胃乳、清理脂肪脯阻断剂来缓解这个症状 中医的话我们会用半下蟹心汤、悬腹带载食汤为主方 加以加减变化 那中医的治疗效果非常的足异 不论您是正在急性发作或是慢性想要根除它 想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几乎无法做的情形 中医都是您好选择 那具体做法的话就是探绑您的中医师并且规律的服用中医 很多 tych别人的感觉都认识到没关系 过时,请我接下来